很難去 因為現在有很多變化 因為有外賣 還有堂食 雙隔加州6月15日全面重啟經濟 已經有超過兩個星期的時間 究竟今次重開 情況又有些什麼不同呢 我們出去跟餐館談過 列治民區這間餐館店主 陳先生說他的餐館開了近30年 新冠肺炎疫情是餐館熬得最艱苦的時期 現在終於迎來重開的曙光 一到五點半餐館開門的時候 餐館外面已經有十幾個顧客在排隊等候堂食 陳先生說這間餐館在疫情前生意一直很好 疫情期間幾乎百分之百的生意 就只能依靠外賣 而現時重開之後 生意的經營模式需要從外賣轉到堂食 勞工部的數據顯示 全國的招聘崗位於四月份有27萬個 而在五月份就增加至56萬 在短短一個月的時間內增加了差不多一倍 招聘難一點 所有的勞工又高了 就算我們放了很多招聘廣告在網上 也不是很多人 要麼有經驗的那些可能會慢慢 幾間選擇過才做 至少有26個州 將在9月6日之前 終止聯邦政府資助的失業福利 包括每個星期300元的津貼 日落區這間餐館的黃女士 也與我們反映找不到人手的困難 我們很多餐館的人 我們大家都有聯繫 他們都說等吧 等到9月份 反正現在老闆什麼都做 老闆就是當老闆 裡面外面什麼deliver 什麼都要做的 不夠人嘛 就要頂自己頂 雖然餐館現在完全開放堂食 但它的餐館生意堂食飄分 人手又不夠 所以它決定調整營業時間來維持運營 我們原先開的時候 準備要恢復到以前9點半關門 結果7點半就不會再有人了 7點半以後基本上就沒有人了 所以我們現在還是8點鐘關門 如果過一段時間有客人多一點再說 同時5月份的報告也表明 商家有努力招聘員工的跡象 平均時薪連續第二個月上漲 尤其是休閒娛樂服務業 包括餐館 酒吧和遊樂園 5月份除了經理職位之外 員工的時薪比疫情前平均提高了 有6.4% 你要訓練人時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外賣可能打包很簡單的 有堂食 那你又要訓練他們怎樣做好一點 對客人的服務會好一點 相對來說會難一點 飲食業除了眼前人手不足的問題之外 背後還有重重的困難 又例如食材短缺 訂購困難的是有時候我們需要飲食 有時候可能給不到同一樣的貨給我 可能給箱差不多類似的貨給我 酒類的時候就會發生 因為我訂購一個是泰國的啤酒 他們說在馬塔那裡出不來 即是不夠司機 他們運不到那麼多啤酒過來給我們 根據Odyssey Logistics 對全球供應鏈的分析自稱 不均衡的全球經濟復甦 正在推高海運的運費 與去年同期相比 從亞洲到美國西海岸 航線運費上漲了145% 交貨的時間通常多達14天 因為再加多一點 沒辦法 這個我也不想 但是現在就是大小拿出來 除了運輸人手短缺影響物價 其他的物價普遍上漲 無疑也是所有商業 現時需要面對的問題 美國農業部6月份的報告顯示 一磅牛扒平均價格由17元升到22元 一磅排骨平均價格從4元升到7.81元 一磅火腿肉由原本的5元升到7.86元 根據Confluence Board公司一份調查顯示 6月份消費者信心指數 由5月份的120元升到127.3元 這個報告主要包括餐飲 航空旅遊 酒店住宿 以及購物等 證明了民眾 已經逐漸出門消費 雖然總體來說 民眾出來消費是多了 但對於依靠旅遊業的三藩市來說 並未完全復甦 根據已有平均最新發布的數據 灣區包括三藩市 阿納米達縣、Kontra Kosa縣、Sematel縣 以及馬林縣 是全美商業關閉率最高的地區 大約每100間商業就有一間 在疫情永久關閉